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继续和大家先看看大市的情况 恒指最新升97点 报22864点 国企指数升89点 报9644点 大市成交286亿 继续在此呼吁各位家庭观众 如果你们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你致电电话热线204-6566 或者把问题电邮去到 ask-bschannel.com 这位嘉宾继续有Rafi去解答你们的股票问题 Rafi 你好 是 你好 继续和Rafi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吴小姐 吴小姐 你好 吴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是想问222 我在11个多 12个多 13个多 14元全部有货 是 是 不知怎样看呢 好 222 有 南方A50 最新报11个8 升幅1% 吴小姐 11 12 13 14元都有货 现在应该如何部署呢 当然这么说 如果你大概每一元就加了货的时候 平均价格当你全部一样 就是注码全部一样 均价大概12个多至13元左右 变相就是刚刚中位数附近 现在大概11个8 证面上说 可能还有少少的亏损 几毫子左右 但怎样都好 我觉得 看法上 还有机会向上多一点 但就不太建议你再加得那么密 因为其实 你每一元加注 其实都很密 因为 我特别以2222来说 都最主要跟A股去走 上一节都说到 近期没错 222升得多 甚至升幅度多过A股 其实也意味着 可能不多不少 他反而这一刻 有些受到港股近期强的因素 都直接推上去 虽然以222 可能这一阵性格 比较过聋一点的时候 未来可能会做一些整股 也不期待 但整股完之后 我觉得还有条件向上试一试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叫做磁形保态先 不要加注 亦都不需要那么急 去到 就是将你收入住的注码 去到减磅 或者下车 我觉得以刚才提到 大概就是11.6 这个支持位 我觉得初步来说 能够站着 只要6楼上走 这一阵 有条件刚才提到 试分大约12.8 至13元 哪些位 我觉得如果至少去到那些位 你想去到 赚少少酒 才考虑到来一离场 好 吴小姐 第二只想问的股份是哪一只 明明 其实我之前 在高位有错 我想问 现在这样 好像高位不太慢 如果它跌下来 什么位才可以买呢 即是加注呢 好 200有凝副基金 最新是报23.5 股价格稳 升价格1% 如果这款来说 什么价格可以加注呢 如果以这款来计 之前有些高位有货 甚至乎未来 都想再加也好 我说得很正确 这一刻 都叫在近年高位的时候 如果现在加 就好像是有些 怕高追踪了 因为始终 如果你要加 应该再考虑加 如果没有加 没有加 没可能市场升到这些位 差不多23.3 你才考虑加 这是一个 暂时不做事 我觉得都是一个 正确一点的做法 的确是 如果想加得好 我觉得稍微 等它去做一些调整 但当然你问到 市场 是不是一定会回调 或者是否一定会有 明显一点的调整 说真的 这个是难说 因为至于你未来 其实变数是大 就算这个星期也好 或者是短期也好 所谓好坏因素 我觉得都可能会有 比较好一点的 其实这一刻 大家都仍然要憧憬着 深港通 虽然不断说到 深港通 我觉得出来 其实未必真的那么好的 但怎么说 我们宣布那一刻 对市场一定有些正面刺激 但另一边商 如果可能是一些 不是那么好的因素 就是有业绩 虽然过去那段时间 出那些男丑 或者大家的业绩 都不算太差 就是同月期来说 不是太过差 但是你说这个星期来说 其实还有很多的男手 都会公布业绩 譬如是腾讯 平保 联通 联想 这些都会 其实都不排除 可能突然有些变数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现在 整个市 那么多东西要留意的时候 肯定是让市场有些调整 才吸一吸200 我觉得会比较好些 所以暂时计 我觉得如果这一层行指 是上扩不了23,000 或者站不到23,000 流上的话 有机会 可能回到大概 22,200 23,000 附近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抵住大市 去到22,200 23,000 你才考虑去加加住 200 我觉得到时这样做 会比较合适 一些 但现在这个位置 你说 我觉得都是观目下 才比较好些 好 附小姐还有其他股票问题吗 如果 人寿又怎么看 我有点点人寿 人寿17.2 然后 20亿3元都有 好 明白 不知道它的位置去到哪 好 人寿最新股价18.7 百股价靠近 新近埋近百分之一 今天本中也都高见 一个月的新高18.9 不少这都是17元 21元 23元有货 现在应该怎么部署呢 我觉得国售就先拿着 因为它本身就比较落后 当然 以基本面来说 它不一样 特别之前也发行刑警 预了中期业绩 就不是那么好 但这方面 绝对都是因为 头半年受到A股方面的拖累 因为你撇除A股因素 或者他们投资收益方面的因素上看 真是以本业 特别的保育收入的增长 其实国售仍然做得不错 其实不是太过差 所以我自己觉得 看法上不算太过瘁 甚至乎 刑警也好 或者未来春期业绩 预算不好也好 其实股价都长期进入了这么久 其实股价 我觉得不多那么少 都反映了这方面的因素 所以这样看 我自己觉得 其实多值得再拿着它 甚至乎以本身的走势来说 其实近期 都因为回落后 其实慢慢都有些爬升在 而且这番现阶段来说 更加突破了大概18.3 18.4 这些前阻力位 我觉得现阶段目标 可能都有机会 试一试回到20元以上 所以我觉得 如期你都心急想减这些磅 那去到20元边 你才减少少 但现在这个位置来说 我觉得稍微再拿着 谢谢吴小姐的电话 电话旁边的家庭观众 有何小姐 何小姐你好 你好 两位早晨 早晨 我想问267 我买了十四个多 现在等钱花 我想问一下 我应该多少钱可以放呢 好 267有中信股份 最新股价12.66 升幅挨近百分之一 本中 延价創了一个月的新高 都是12.62 这只股份 何小姐就十四个多有货 如果想真的只蚀离场 有什么价位可以放了它 当然这样说 其实以中信股份 之前就一样发了刑警 但其实反而刑警完之后 近期都跟着我试 是慢慢爬上来 有势其实就不算差 但如果你本身都急着想 是套现出来 拿回钱有其他用途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等多一两天 看看这一两天来说 究竟能不能够站稳 大概12.6 楼上 因为如果认回12.6 这个位 即是现在这个位 拉过去看 就正是大概3月4月 那些顶位附近左右 所以我看一看这个阻力的位 究竟能不能够真的冲得破 如果冲得破 我觉得可以等高些 大概13元边楼上 才走都未迟 但未来12.6 看到这两天都冲不破 如果认为这两天都没有 即是纪念住这个位置 再厉害到大 如果到时是这样说 那你便才考虑只是舍走 我觉得 与其都持有这么久 14.4 如果看回最近 可能都是去年年底左右的事 持有大半年的时候 我觉得不差再等这几天 你可以看一看 大约12.6 这个位置 究竟能不能够 才能够做 究竟能不能够长矣的一个部署 好啊 我刚才39.05 就放了2318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放错了 还有多少钱可以进回 麻烦你 你是多少钱有货 本身 36 好啊 2318有平保 最新股价39.45 胜幅1% 今天来说 亦创造一个月的新高 39.6 何小姐36元有货 刚刚39.05 先放了 有没有放错呢 看到都升了不少上来 当然 你说有没有放错呢 这次都是叫赚钱 我觉得又未主要放错 甚至乎 你说36元哪有货 其实现在货 都差不多 大概差不多一成 其实我觉得 不是一个太差的做法 但是 你看到他 今天或者近几天 这么强的主因 其实我觉得 不离炒一下 后日星期三的业势因素 因为其实以苹果来说 其实都算是 暂时这么多的内险 里面 比较 唯一一间也好 或者都叫 没有发过刑警 是其中一间 其实业绩 应该相对较 其他内险股 会比较理想一点 所以才有个 炒作的憧憬 但是我觉得 没有说错 因为很多时候 这样说 业绩就算不差 至少之前升了那么多 可能即刻糊涂 也不出奇 所以你只不过 可能早走了几天 所以其实 你今天不走 可能明天都要走 明天不走 可能星期三都要走 其实差别不大 所以尤其你真的都走了 不要这么心急 我觉得有什么部署 或者想多次 也好 起码等业绩之后 如果业绩之后 能够有机会 可能留下38元 边楼下 我觉得你才考虑得未来 好 谢谢影片 亦都多谢韩小姐的电话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你重新部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持有 没有 谢谢你长绩的分析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即使攻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